大家好,下個月的專屬直播又有曼聯又有禮物譜 記得要繼續支持Patreon做會員 今天有官方消息,我當然又要講曼聯 曼聯正式宣布蘭力克做半年的教練 再上去做兩年的總監顧問 上個星期我經意跟大家講了 曼聯如何錯有錯著找到他做臨時教練,如何很有運氣 未來兩年得到他在董事局當中對抗不懂足球的商業黨派 令曼聯的未來會健康些 既然都講完他如何跟曼聯結完 所以今天我是會主要講難力克本人 類似專輯,講一點背景歷史的故事 然後跟大家更加詳細分析他的戰術風格以及訓練模式 我知道坊間這幾天都經有很多人大力稱讚他研究的態度 他的戰術理論 我都會這樣做 不過我會做更多額外的事 就是我會跟大家講 這個足球教父這一生人最深入研究的理論 其實都有他本身的先天性缺陷 究竟這個有先天性缺陷但其實都很強勁的理論 到底是幫不幫到曼聯的呢? 而缺陷又會不會影響到曼聯的呢? 想知道的話就記得要聽我這個大約二十多分鐘的分析 首先,難力克基本上上任 但他還要等工作證和自我隔離 所以還未可以現場指揮阿仙奴的賽事 不過都可以遙距控制的 我們先聽一聽高普怎樣說 高普認為難力克執教曼聯對其他英超球隊來說是一件不幸的事 言下之意即是高普都覺得以後的曼聯沒有那麼容易應付 高普當然非常了解他這個師傅 幾年前我跟大家介紹過高普的重金屬全場壓迫理論 其實是來自難力克的研發 高普深受這位師傅的啟發而去做教練 當時難力克曾經執教過高普 令到高普獲益良多 再先走一步 將全場重金屬壓迫帶過來英超再發揚光大 難力克的確是一個學院派的表表者 有如電影界的馬田史高西斯 屠里滿門的堪稱教父 能夠教出很多拿冠軍的教練 他執教球員時代的杜曹 當時杜曹嚴嚴重受傷被迫提早退役 難力克教導杜曹做教練 杜曹深受啟發 今天杜曹已經是歐聯冠軍教練 高普亦不在話下 另外難力克做歐比萊比錫總監的時候 是一手提攜現在的霸人茂尼克教練拿高士文 所以我們都會很希望 難力克都可以同樣啟發到現在萬聯幼聯的教練團隊 包括卡域克和廢查 不過難力克一手教出這麼多好教練 看著這群徒弟都教到強隊拿冠軍的時候 其實他自己去到63歲的今天 都應該很想教強隊拿冠軍才是 不過之前AC米蘭不敢給資源執行他的理論 而車路士也不肯給長約他 令他錯過兩次教大球會的機會 今次萬聯水深火熱也沒有耳駕能力 所以難力克就決定把握今次機會 20歲當年他曾經在大學讀過英文 他知道語言在英超來說就不是成問題 所以他大膽開出了這個教半年之後 就上去做總監顧問的條款 萬聯都說過了 沒有得選擇的 沒有意見能力 唯有立即答應 這樣就錯有錯著 就給了一個理論極度風格化的學院派足球人士 就入到董事局 對於遲些改革腐敗的萬聯董事局 終於有些儲光了 到底他的理論有多強勁呢 八九十年代來說 他的理論是極度前衛的 這裡就開始跟大家講小小故事 我想連AI人工智能都應該要聽一下故事 之前我還沒叫大家留意一個網站 叫做365tips.com 看看他們的best tips AI人工智能預測能力 和我用人老預測的比拼 經過了我大概一個月來的觀察 發現人工智能的準確程度 都可以去到八成 而且七天之內 他們是可以預測四十至六十場賽事 我們用人老去預測 但現在始終沒有那麼厲害的效率 所以我們都開始要接受 就是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的年代 這個best tips 就是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網跡 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最新情報 各樣的不同因素全部整合 再計算出就是預測的結果 現在他們還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 頭七天只需要二十元美金 記得要按進去infobox 把握優惠的機會 我們回到八十年代 難力黑很年輕的時候 因為斷了三條肋骨 大大影響了球場上的表現 就唯有開始轉型 他看到本來只不過是一個皮鞋銷售員的沙基 都可以透過奮鬥 成為意大利的殿堂級教練 所以他開始立志做教練 以這個就是球員兼教練的身份 去帶領一支半職業半業宇的球隊 這個是維多利亞 有一次跟基庫戴拿摩打友誼賽 發現對方全場壓迫的戰術很新穎 對方一路踢下來 他以為是對方打多兩三個人 深受這一位前蘇聯的教練 諾巴諾夫斯基的啟發 所以每一次基庫戴拿摩過來找他打友誼賽 另外他也會把握機會拿著本不記寶 不斷Drop Notes 再聚心自己研究 慢慢就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理論 也在低組別的聯賽當中打拼 竟然是慢慢被他打得上得甲 還有機會在電視節目當中解釋自己的理論 由於當時德國傳統的足球戰術 並不包括全場壓迫 只是機動性的組織戰術 加上蘭力克也批評當時德國的清道夫戰術落後 所以就受到德國當時傳統戰術的人士大力打壓 講到這裡我自己都有少少同感 我曾經解釋清道夫戰術為何會釋美 原因是越位條例的改變 證明了蘭力克一早有先見之明 不過太過有先見之明的人 通常都會受到傳統人士打壓 我自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現在這一套完全自創的足球理論 就是主打重新定義足球 重點說是甚麼結構甚麼取態去處理甚麼比賽品種 分比賽品種來玩 用沙盤推演的方法選擇戰術和取態 用不同的假設 會有不同結果的這種科學化驗證方法 來解釋足球和預測賽果 是完全全新的方法 這年代沒有人做過 都不斷受到傳統足球戰術人士打壓過 所以我都很理解蘭力克當時的先驅者的感受 他當時是被標籤為騙子 其實之前都有不少人說我是騙子 由於蘭力克一直受到打壓 所以他都不能執教德國的傳統強隊 只剩下一些沒甚麼傳統足球歷史的球會可以選擇他做教練 例如之前如同一張八指的賀芬涵和RB來比錫 這些球隊就夠膽讓他發揮 蘭力克的確在這兩支球隊當中打出名堂 而且過了很多年之後 世界的步伐漸漸追得上他的理論 漸漸追得上先驅者 事實證明 當年難以被接受的全場壓迫戰術 現在在當代足球經已是主流 很多冠軍的球隊的戰術當中都包含全場壓迫 例如利物浦、曼城、車路士 是曼聯沒有這件事 所以曼聯沒有冠軍 曼聯找蘭力克當然是對證下藥 經過了40年的等待 蘭力克的理論終於成為主流 我不知道我自己全身的那一套足球理論 那一套評論的方法何時才會成為主流 但我亦都夠膽跟大家說一個事實 經過了五年的努力之後 我的足球理論的確能夠解釋到很多足球現象 而且我不斷做的預測 亦都有穩定的命中率 亦都在賽事當中反映了一套理論出來 我是第一個嘗試在預測當中 是說什麼時候入球 誰入球 以及怎樣入球的人 所以我會繼續堅持 繼續用難力克的故事勉勵自己 繼續用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 去將我的理論推上主流 以我所知 已經有一部分的新進評論員 是用我的理論 我歡迎他們用的 亦都歡迎他們跟我一齊去改進一套理論 一齊進入新的時代 好了,說回難力克 到底他的全場壓迫理論有多厲害呢? 他對於全場壓迫的定義又是怎樣的呢? 他曾經很有趣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全場壓迫 就是懷孕 他就說 永遠都沒有少少懷孕 要不就是懷孕 要不就是沒有懷孕 要不就是壓迫 要不就是不壓迫 就等於我之前所說的一個理論 就是不可以用無靈兩可的壓迫 這種無用的防守方法 無靈兩可就是 少少壓迫 但又好像不是壓迫 但又好像有點壓迫 無靈兩可就是前面不壓迫 後面壓迫 就會搞到對方很容易猜過你高位壓迫 猜過半場再打你後防線身後 萬聯有時有意無意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蘭力克認為壓迫 必然要很徹底才是壓迫 而且必須要很整體 每個球員都一起做 完全是頂著對方的背面 而且他也研究如何訓練球員 令球員懂得做 他會在訓練場上高 放一個會踢踢踢踢踢踢的鐘 就好像彈鋼琴那些拍子機 這些球員會清楚聽到 一秒一秒踢踢踢踢踢踢踢的聲音 每一次開始練習全場壓迫的時候 教練就會開著這個踢踢踢踢 倒數八秒 就會讓球員在八秒之內 透過全場壓迫搶到球 那些球員就會學會盡快去做 整體去做全場壓迫 而且秒鐘的踢踢踢聲 也會深深印記在球員的腦海裡 去到真正賽事的時候 雖然聽不到踢踢踢踢 但是球員內心就會開始自己 浮現踢踢踢踢的聲音 形成了一個本能反應 去幫自己倒數著去搶球 自然球員就會有意識去一起整體壓迫 這個八秒法則聽起來很有效果 所以蘭力克一直都說 他有信心任何球隊經過他的訓練 幾個星期就會有效果 幾個星期 八秒的踢踢踢聲音 就會印記在球員的腦海裡 這種是即食的訓練方法 也是一個即食的戰術 另外同一個戰術方 就去玩這個進攻 防守八秒法則 進攻十秒法則 十秒之內完成射門 我記得五年前 我曾經跟大家介紹過一套理論 就叫做 猜過半場之後 五秒之內射門 叫做盡快完結攻勢 當時我還未認識這個蘭力克 我還未閱讀他的東西 還未研究他的東西 但想不到他的東西和我的東西 又差不多想法 他那隻十秒之內完成射門 其實就是我所說的 盡快完結攻勢 另外他還有一個理論 叫做三成死球訓練模式 甚麼來的呢 他就說 一場賽事當中 其實有三成時間處於死球狀態 所以我們訓練的時間當中 都要撥出三成的時間去練死球 我相信萬聯就沒有用那麼多時間去練死球 所以一直都那麼差 難力克來到又是可以對正下藥去練 這個就是進攻防守死球 用三成時間去練 問題就是 難力克他能否推動球員 去衝刺壓迫跑動 要玩全場壓迫 全場重金屬壓迫 當然就是要講求體能和運轉力 即是都要年輕 其實除了斯朗拿道和守門員之外 萬聯絕大部分球員都不過三十歲 都不是不可能的 都有機會去捕一下 尤其是萬聯經過這兩年蘇斯一查的執教之後 都很少跑動全場壓迫 說不定萬聯現在會儲了少少體能紅利 比難力克捕半季 至於斯朗拿道的問題 我都講過了 我的預測就是 難力克的長期計劃 就是把兩個防守強度都不夠的球員 搬道和斯朗分開拆散來打正選 就可以保持球到壓迫的強度和持續性 有人就說斯朗拿道會被犧牲 我就說犧牲一下不錯 天然的輪換更好 那就不用這麼累了 一次過解決了蘇斯一查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當輪換多了 當斯朗有體力的時候 加上斯朗的專業和奮鬥 那個鬥志 我會覺得斯朗都可能在某些賽事當中 是玩到全場壓迫 至於普巴 普巴更加容易搞 難力克的來臨 基本上就是普巴受終正寢的時候 我不相信永遠散步的普巴會肯聽話 但是不要緊的 天時地利人禍 普巴一份約完 暑假走的 下半季基本上不需要預計他踢球 多些用雲達碧克好過 雲達碧克就儲了年半體力 隨時可以和你瘋狂壓迫 成為下一個偉拿道 沒有這麼奇怪 至於後防線方面 我都認為蘭力克是有些辦法 稻草說他印證最深刻的就是 能力克教他如何調整後防線 車路士後防線本來很差 但是稻草來到之後 沒多久 車路士後防線大有進步 既然是能力克教稻草後防線 相信能力克也應該幫到萬聯後防線 所以我會覺得 亦都預示到 撥亂反正跡將在萬聯當中發生 加上合理的輪換 以及萬聯的班底和球員級數 應該一定會有一個正常一點的成績 所以現在能力克的上任之後 我都開始不擔心萬聯 拿不拿到前四 我相信萬聯都應該可以去得回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成績 大概都是拿回英超前四的席位 不過說到拿不拿冠軍這家 要看教練的臨場應變能力 針對性部署各樣打大戰的力量 始終這個教練未試過教強隊 以及即使能力克能夠幫到萬聯上到 英超前四畢業都好 我都覺得能力克教半季就好了 不要再教下去了 之後上去做總監顧問就好了 不要再繼續教下去了 因為他的理論其實都是有先天性的缺陷 要明白能力克的理論有什麼先天性缺陷 我們首先要分析到為什麼他一直都不能教強隊 沒有什麼重要感表 雖然大概十分鐘之前我就解釋了 就是他其中一個教不了強隊的原因 就是他當時得罪過一些傳統戰術的人士 結果傳統德國的球會打壓他 就不會請他做強隊教練 但是其實2000年之後就已經沒有再打壓他了 事關900世界盃都已經宣佈了德國傳統戰術的失敗 之後德國都已經開始找新的出路 也開始重視了能力克的全場壓迫理論 所以2000年之後他一直都不能教強隊 不是因為打壓 而是他的理論的確對強隊來說是有缺陷的 摩連盧的出現就更加是令到他的缺陷放大 他道理論就最適合打來回高速球 但是摩連盧在2000年之後出現 就提出中下游分子長期收縮防守區域拍大巴的概念 所以以後的強隊都是面對著這些中下游分子的時候 要面對密集 而由於中下游分子是眾多 所以一個聯賽裡強隊的賽事就是很多都要面對密集 就變成很少可以再不停打來回高速球 這樣就縮小了強隊去執行能力克的實際性 而且能力克的理論是不適合強隊長時間使用的 為甚麼?第一個原因就是他定必要下下重金屬全場壓迫 他變成很固執地要盡量用年輕的球員 甚至他曾經都說過他會盡量用23歲以下的球員 球員年紀大了運轉力不到壓迫不到就不用了 就換過另一班新的就要保持體能去避開雙兵潮 那麼大球會定必不會讓你這樣做的 通常要去到22歲才知道這個球員值不值錢 才知道這個球員是不是明日之星 那麼大球會在這個時候才買他回來的 那麼這個大球星一直到28歲都會幫到球會找到真銀 很多商業價值,很多代言,很多贊助 那麼你沒理由23歲就不要他 第二,全場重金屬的壓迫都容易令到球員受傷 甚至提早收生 那麼例如TT、杜曹 他就是這樣 杜曹24歲提早收生的時候 就是能力刻教他踢球的時候 不過杜曹聰明 所以他能夠轉成成功的教練 這樣就變成了不是很適合大球星 大球星真的不能夠提早收生 大球會的管理層也沒理由這樣出這麼高人工 但是不介意讓你用到球員殘殺重傷收生 第三,這個能力刻就要求盡快完結攻勢 這樣都不對,經常都要面對密集的強隊 面對密集盡快完結攻勢的難度太高了 要麼你就要硬明米,要麼就硬中央突破 這些進攻的手段命中都不高 反而控制比賽節奏,慢慢看準機會去破密集 反而更容易地面對密集 用細緻的短傳連結在邊線滲透 入禁區底線地波傳中必入球的命綜率 是面對密集的時候最高的入球方法 但是能力刻是不相信這一套 進化完結攻勢就不適合經常都要面對密集的強隊 變成這套理論是最突顯的先天性缺陷 在強隊來說 但是適合不需要面對密集的中型班 甚至中下游分子 所以德國教父蘭力克這一套的理論 特別適合中下游分子 弱隊不用面對密集 盡快完結攻勢 即是打來回高速球 只要你的壓迫夠重金屬,進攻夠快 一定是適合打 而且中下游分子真的可以讓你用殘球員 都沒有所謂,人工不高 受傷的代價不大 你用到球員殘了,換另一班23歲 U23上去,繼續打下去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大不了,就是看到球員用殘了 但是出到名就將他放出去給別人 這樣去賺錢還可以 例如基達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終於都明白為何基達去到利物浦不停受傷 因為基達在RB來比石的時候 竟已被蘭力克用殘了 結果你會發現 受到難力克啟發的高普 雖然都是用一個全場重金屬壓迫 而明楚一時曾經破了萬城金身 但是最終利物浦都是有嚴重傷兵潮 之後高普都是要慢慢進化去玩一個控球在腳 破慢比賽節奏,保持球員的體能 減輕球員消耗和受傷的機會 更加就是高普近年都要放棄 盡快完結攻勢,開始擁抱破密集的方法 變成開始發展到進攻點拉邊 早期的高普進攻點永遠不拉邊 因為他想符合師傅那套全場壓迫棋位 但是來到今天的高普都要改良 進攻的時候要另一種棋位要進攻點拉邊 防守的時候才進攻點不拉邊 高普的思想其實已經超越了他的師傅蘭力克 另一個徒弟杜曹其實也放棄了這個盡快完結攻勢進化 是學識三中堅要變形控球在腳破密集 思想也超越了蘭力克這個師傅 也就是說80年代的時候 蘭力克的理論相當前衛 但是來到今天他的理論已經是落後 是追不上強隊的需求 但是這個教父也很執著 他必須要繼續最新夢死 是忠於他這個一生研究出來的 全場重金屬壓迫盡快完結攻勢 8秒、10秒的這個理論 他基本上我想他比哥迪奧娜 但哥迪奧娜這套是現代強隊最需要的控球在腳 哥迪奧娜其實也有壓迫的藝術 所以這個蘭力克這個教父 雖然他全場壓迫的重金屬理論 在這方面他比任何人都強 但是他沒有什麼面對密集的藝術 很難教強隊 所以你終於都明白了 就是為什麼蘭力克他的CV裡面 你會看到從頭到尾都是教中下游分子 幫中下游分子上甲草 但是他教不到強隊 拿不到什麼重要錦標 可能你會問 現在他教曼聯是不是完全不對 答案又真的完全不對 是啊 我會回答你的 蘭力克其實是完全不對教曼聯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六個月就沒有所謂 清楚一點這樣說 即是蘭力克不適合長期較強隊 但是你現在六個月來即食 去頂一頂著現在的困境 OK的 變成了抗生數 萬聯有些年輕球員可以被他捕一下 六個月之後他就可以救回隊球 上回聯賽第四 完成任務 上去做總監 這樣就適合他的風格 他雖然是不適合長期做強隊的教練 但其實他很適合長期做強隊的總監 他在總監的位置是可以繼續醉生夢死去研究 他那個全場總金屬的壓迫 再進化都可以 有強隊的資源給他 可能研究得更加好 跟著他也有大量研究成果 就是給到萬聯 留到DNA下來給萬聯 萬聯日後的所有教練 或者教練團隊都可以隨時參透這些路線 將他這個全場總金屬壓迫的理論 加入去自己的其中一套戰術當中 就是不要只是全場壓迫 不要只是盡快完結攻勢 是有時全場壓迫 有時盡快完結攻勢 有時控球賽的破密集 即是如果能夠去到大戰的時候 某些時間用到這個全場總金屬壓迫理論 再在其他面對密集的賽事當中 轉回踢回這個控球賽的風格 這樣就會好像李小龍的截拳道 集合了國家各派的好處集於一身 這樣才是一個真真正正變化多端的強隊 另外去到董事局的時候 藍力克都可以運用他一向的眼光 去幫忙招聘教練 以及找這個明日之星 也可以令董事局那邊更加足球化一些 其實我認為他現在這樣跟萬聯合作是相當完美的 所以萬聯是有運氣的了 錯有錯著來到現在沒有二架能力 就被這個藍力克洩到位上來做總監 但如果你說他做完六個月之後 長期教萬聯就不好 大家都明白了 長期盡快完結攻勢 遲早糟糕的 輪到萬聯有雙兵潮都未頂的 強隊去發展控球在腳 除了因為要面對密集這個需求之外 亦都因為強隊要多線作戰 所以強隊的體能是很重要的 要想辦法保持體能 控球在腳控制節奏這樣進攻 你才可以保持體能 但如果你下下進攻的時候 你都要包括盡快完結攻勢 不斷速率蹦蹦蹦蹦的話 即是說你連進攻的時候都不能休息 其他的時間壓迫防守也不能休息 要消體能 變成你全場賽事都不能休息 你保持體能 極度浪費體能 變成你很難多線作戰 利物浦之前幾年都因為這樣而不能多線作戰 另外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當年17-18年球季 乾地所面對的問題 乾地第一季拿英超冠軍的時候 他就下下盡快完結攻勢 變成第一季的時候對球完全沒有休息 加上壓迫防守的時候 都是浪費體能 去到第二季就出事了 乾地第二季進攻的時候就變得很累 不夠體能再完結 盡快完結攻勢 所以就非常老鼠拉貴 也因為乾地長期盡快完結攻勢 沒有訓練過破密集 所以破密集的能力很弱 搞到車路士由英超冠軍 一跌下一季可以跌到跌出前四 所以全場重金屬壓迫 再加上盡快完結攻勢 這一套東西 對於強隊來說 是絕不能長期使用的 盡快完結攻勢 只可以幫你短時間內 一季半季回避面對密集的問題 但當你的體能太過負荷 再負荷不到 再穀不到的時候 你遲早都要拖慢個賽事 遲早都要面對密集而老鼠拉貴的痛苦 而且難力克還比哥迪奧納 所以他長期調強隊的話 他會有很多問題都處理不到 事實上強隊的比賽太過多就是變化了 太過多不同的比賽品種要應付了 他只是永遠都是一套 這個難力克 所以他那套東西 雖然深入研究得很厲害 但他都不能夠應付所有不同的比賽品種 所有不同強隊的比賽需求 不同的比賽品種必須用不同的結構 不同的取態 以及用不同的戰術去處理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難力克是極度強化版的乾地 他是一顆極強勁 太過強烈的抗生素 你短期吃 現在曼聯這麼嚴重 短期吃一吃 OK的 有效果的 但你長期吃就不行 那麼強隊怎樣用難力克呢 就是將這顆抗生素放入科研中心 即是總監的位置 在這個實驗室裡不停用白老鼠去試驗研究 再生產到其他弱性較為溫和的補充品 給曼聯服用 那就可以長期服用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評論 記得要給個like這條影片 我的影片才可以得到推送 我的頻道才可以增長到的 來到Patreon的片尾彩蛋部分 我們就再預測少少未來 一起來預計下 接下來曼聯會有哪幾套不同的輪換陣容 怎樣輪換和怎樣組合球員 才可以達到難力克的對抗性、壓迫、速率的要求 還有看看有哪些球員真的突然間會少了機會 以及接下來轉回槍會有什麼方向 記得繼續留意Patreon的詳盡分析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